我們這裡都沒事 現在已經有事了 拜託大家 居家隔離的個案有發位 這個部分發布警訊的話 是針對它到過熱點去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由中央指揮中心那邊 整個去發布警訊 送到副立彰化醫院 那這個部分因為要到今天下午 到今天下午才會有結果 我們自助餐無論是顧客或是工作人員 大家都一定要戴口罩 避免這個口墨的一個傳染 那我也希望就是只要進入到 我們這些機關團體企業單位 陸內一定要量體溫 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鎖部的清潔跟消毒 這個是非常嚴謹的態度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嚴守這些規定 而且不要縱容 或是非常肆無忌憚的說 我們這裡都沒事 但是現在已經有事了 拜託大家 看